第七章 守太阳小长经 第一节 概论 经外的巡行路线疾病后 1.巡行路线 起于小指外侧末端 巡手外侧赤白肉计 及掌侧和背侧交界线上 上行腕部 浅出于齿骨经珠中间 向上 沿前臂齿骨下缘走 至肘肩后面内侧两股肩 再向上沿着上臂外侧后缘 出于肩关节后面 绕行肩甲缸的上下窝 交汇于族太阳经的复分 大助学 在第七颈椎交汇于大椎学 向前进入缺盆中 伸入胸腔 连落心脏 沿着使管通过横阁走至胃部 交汇于任脉的上腕 中腕的身部 同属小长本府 起之脉 从缺盆沿颈颈部上行面颊 走至幕外自交汇于族少阳经的童子疗 回转经过首少阳经的和疗学进入耳内 起分之 从面颊别出 斜向眼眶下缘走至臂根部 形于木内字 交汇于族太阳经的精明学 斜行不于全部 此一支脉与族太阳经脉相衔接 书小长 诺心 本经数学治疗 它寻行处的手 腕 肘 臂 肩 颈 颈 耳 目疾患 都是通过外落 肢结 颈脉通路 精气的作用而发挥疗效的 二 病后 本经经脉多见外经病后 及它寻行处的耳 目 颈 像 汉甲 肩 臂 肘 腕 手指 病变 又如灵书经脉篇所说 是动则病 疑痛 汗种 不可以顾 肩四拔 闹四折 是主业所生病者 耳龙 目黄 甲种 颈 汗 肩 闹 肘 臂外后连痛 正是它寻行处的病变 这是当受到致病因素侵袭 守太阳经经器和有关部位发生病变 在体表出现的症状和体征 这些症状和体征都是通过本经在它寻行的部位反映出来的 对其诊断和治疗起着重要的作用 这些病后的发生、发展、传变和痊愈过程也是通过本经而实现的 它所反映的这些病后都是本经数学的治疗范围 是通过本经经脉和改善本经经器而收效的 小肠的生理病理 小肠位于腹中、上连胃腑、下痛大肠、与心相表里 它的主要生理功能是消化食物和转疏轻着 其病理变化主要表现在轻着不分 转疏障碍和消化失质方面 反饮食不节、损伤脾胃、下传小肠、或心移热于小肠 小肠本腐功能失常,均可引起小肠虚寒 小肠食热、小肠气痛等病症 依其经脉、落脉的病后和守太阳精的和血和愈下取需 治疗小肠腐病以及临床观察 本经数学多偏于主治本经经脉 经别和落脉熏腥处的体疗疾患以及神治病 至于小肠腐病 多取和血及其小肠之余、目血失质 小肠属于脾胃系统 小肠腐病多因脾胃失常下传而治 不多与脾胃经有关数学配置 所属数学的分布及治疗范围 一、本经数学 有少泽、颈筋学、前谷、行水学、后夕、书目学、万谷、元学、阳谷、经火学、养老、妾学、知证、落学、小海、和土学、尖针、闹鱼、天宗、领风、屈原、尖外鱼、尖中鱼、天窗、天蓉、全疗、天宗等十九个学 分布在小指外侧、腕关节齿侧、前臂齿侧下缘、肘肩后内侧面、上臂外侧后缘、肩关节后面、肩甲刚上下、颈、全脊耳前等处 其共同性是、都治疗所在处和临近处的局部病 其特异性则是、肘以下数学还治疗头、像、眼、耳病和热性病及精神方面疾患 少泽还治疗乳房疾患,并有开窍醒智的作用 后夕还治疗癫痫、瘧疾等 简外鱼、简中鱼还治疗学下有关脏器的病症 二、本经教会于他经的数学 有教会于都脉的大锥、任脉的中碗、上碗、足太阳经的精明、大柱、复分、足少阳经的童子疗、首少阳经的和疗 三、他经教会于本经的数学 有足少阳、首少阳、首阳明经教会于本经的禀风学 首少阳经教会于本经的全疗学 足少阳、首少阳经教会于本经的听功学 杨敲、杨为脉教会于本经的闹数学 后夕学通于都脉 其中 丙峰还治疗足少阳或首少阳 或首阳明经经济失常的学位所在处疾患 听功还治疗单火上弓或三交织火上弓引起的耳疾患 后夕还治疗都脉为病的脚弓反章、头像强痛、颈向强直、狂症、闲症和破伤风等 本章常用学 邵泽、后夕 第二节 邵泽 邵泽有名小吉 前人把经济运行的情况用自然界的水流现象做比喻 以流水的现象来比拟命名数学 如泽、海、池、渊、泉等 因本学位于小指端 是守太阳经的歧视学 耐气所处处为景 故而命名为邵泽学 邵泽是主治神智突变 亦是昏迷和乳房病变的常用学 治疗范围 1.神智病 心主血脉、右主神明、心与小肠相表里 邵泽位于小指外侧脚甲根部 此处最敏感 是用针刺能表现出特别强的反应 热线心包、弹火扰心、弹迷心窍、暴怒伤肝、肝阳暴张或其他原因所出现的神智失常 都属本学的治疗范围 用三棱针点刺出血 或用毫针碾屑 分别可受开窍性质 镇心安神、血血散热、宣通气血等功效 为阳食避玉之症的急救学 2.乳房病症 邵泽是治疗乳病 特别是主治乳汁缺乏的常用有效学 它有通行乳汁 促使乳汁分泌的作用 一向上横刺 是患者乳房有胀满感、虚亏者 或舒畅感、气质者、为家 功能 1.辨证取血 用三棱针点刺出血斗许 能开窍醒至清宣太阳 用泄法 大幅度的碾歇或碾刺 有通乳散结 开窍醒至之效 用补法 物灵出血 冲条乳汁 2.局部取血 用泄法或点刺出血 有宣通气血之功 主治 乳汁缺乏 急性乳腺炎 乳脾 狂症 昏迷 头痛 避症、瘸症、小指麻木 抑制咸症、抑病、急经风、木乙等 临床应用 1.乳汁缺乏 本病多发在产后三个月以内 若辨证精确则效果显著 患病初期真治数次即可痊愈 取本血可通畅乳汁和促进乳汁的分泌 临床上常配取在辨证取血的处方中 1.汽血虚弱形 正见乳汁缺少或全无或乳汁清洗 乳房柔软、无胀痛感、面色无滑 心肌气短、舌肢淡红、脉相细弱或间纳食减少、大便糖薄 倦怠无力、面色苍白等 2.因分泌失血过多、气随血耗 而乳汁缺乏者、趋不合骨 3.因胶或血海、不易气血、配不少则 冲调乳汁、促失乳汁的分泌 3.伴有虚中加实症状者、配血本血 足以通畅乳汁 4.伴有肝气育致症状者、配血少则 坚屎或山中、足以行气通乳 5.因脾胃虚弱、生化之源不足 以致气血虚弱 6.不能生化乳汁所致者、再趋不疲于 足三里健体养胃、以以生化气血的基础上 或在爱酒神雀、中腕、补太白或皮鱼、温中健体 以以生化气血的基础上 配不少则、冲调乳汁、使乳汁分泌旺盛 属于营养不足、以致气血虚弱者 在补充营养的同时 配补本血、以促进乳汁的分泌 本血虽能旺盛乳汁、促进乳汁分泌 但必须在审因论治的条件下才能发挥作用 乳属脾胃功能障碍者 要以调理脾胃为主 属于营养不足者 要加强营养、属于气血大亏者 要大补气血等 否则就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 二、肝气欲之行 正见乳汁不行 乳房胀硬而痛、胸邪胀满 食欲减退、肾则物含发热、舌苔薄黄 脉贤或滑等 是因肝气欲结、气肌不畅、乳落阻止 乳汁不利所致 取蟹兼食、山中、乳根 沿乳房向上横刺 使针感向乳房扩散 或用爱酒、少则或取蟹少则 兼食、漆门、疏肝解育、礼气通乳 若乳房肿应胀痛明显 发热物含者 上方去漆门、山中 夹蟹阳明经的驱持、内庭 共奏退热消肿、礼气散解之效 若因肝气范围、为失和降 受那不佳、影响气血的化身而致乳汁缺乏者 在取蟹间时 中晚、足三礼、礼气和胃的处方中 配蟹本穴 所以通畅乳汁 三、气至血瘀形 正见乳汁不行 乳房胀硬刺痛、胸鞋疼痛 甚则物寒发热 舌苔薄白或薄黄 脉相沉咸或色等 是因肝气欲致、气肌不畅 血行瘀足、乳落受足所致 取蟹内观 三阴胶或隔鱼 行气活血 配蟹足阳明经的乳根穴 通畅阳明气血 配蟹少则所以通畅乳汁 根据临床观察 对于原因不明之缺乳 对症治疗 取次少则 山中有一定的效果 乳效果不佳 可配不合骨 三阴胶补义气血 二、急性乳腺炎 玉龙哥说 夫人吹乳痛难消 吐血风弹愁四脚 少则血中名不屑 本病多有肝气欲致或胃热雍胜 腹感外泄 以至经络组织或致乳汁不通 拥至节度而成 乳头属肝经的分野 乳房属于胃经的分野 本病又与肝气欲致 胃热雍胜有关 故临床多从肝胃论治 配蟹本学用以通乳散结 依肝气欲致行 症见乳房结快 肿胀疼痛 乳汁不通 胸闷矮气 食欲不振 情绪抑郁 舌苔薄黄 脉贤或贤疏等 取蟹少则 太冲 山中 或蟹少则 乳根 漆门 书肝里气 通乳散结 二 为热雍盛行 取蟹少则 内庭 屈齿 轻味蟹热 通乳散结 或蟹少则 内庭 三阴交或隔语 轻味散结 通乳活阴 若蜀肝欲畏热 腹感外泄 乳落不通 乳汁被斧 热度蕴结而成者 可取蟹少则 或出血 太冲 或坚实 内庭 屈齿 疏肝里气 轻味散结 乳孔针力不足 可配合药物治疗 此病初期真治有效 中期可配合药物治疗 后期成农期已成乳庸 可转外科切开排农治疗 三 昏迷 取字本学 用于急性温热病中出现的昏迷 和其他原因引起属于 阳食碧玉之昏迷 取蟹或点字本学出血 开窍起闭 刑脑苏绝 配刺伤阳 哨伤 中冲 官冲 少冲出血 针蟹神门或大灵 共奏开窍醒智 清心安神 蟹血散热等功效 对于脱症中的昏迷 则不适用 可参阅和谷 官员一结 并按举例 立一 季某 女 三十岁 驻南洋县露营公社 华庄大队满庄村 1973年2月28日出诊 主宿 乳汁缺少已二十天 现病史 产后十天 因生气而得 生气即出现乳房刺痛 乳汁逐渐减少已至全无 以后每因生气则乳房刺痛 体胖 面红 舌体略胖 脉象沉险 内肤行气通乳药物乳汁稍增 炼症 产后情致抑郁 气致血淤 乳落色致之缺乳 至则 行气火血通乳 取穴 甄谢少则 内观 三阴焦 效果 一诊后乳房不痛 乳汁增多 二诊治愈 随访 1973年9月3日回信告知甄育 例二 刘某 女 三十岁 驻南洋县露营公社华庄大队西仙河村 1973年12月28日出诊 主宿 乳汁缺乏已两个多月 客虾症 产后乳汁逐渐减少 伴有气短 心跳 身困乏力 到汗 自汗等症状 有脉沉系无力 左脉沉弱 曾用中细药治疗均无效 辩症 乳汁来源于气血的化生 无气则乳无以化 无血则乳无以生 依其脉症 属于气血虚亏 不能化生乳汁之缺乳 智则 不易气血 足以通乳 取穴 甄补合骨 三阴胶 免刺少则 随访 1974年4月27日告知 在此甄治两次欲 现在孩子已六个月 乳汁充足 数学功能鉴别 少商 商阳 中冲 官冲 少冲 少则功能比较 以上六学均位于手指端 针感灵敏 反应最强 除都有开窍 苏绝的作用外 还各有不同的特点 少商学有清宣废气 清理咽喉 疏味解表的作用 商阳学有清宣阳明预热 清理咽喉 解表退热的作用 中冲学有清心安神 清心包预热的作用 开窍醒至之效 优于其他五学 冠冲学有清上焦火 清宣少阳预热的作用 少冲学有清心安神 清心火 散预热 通心气的作用 少则学有清心除烦 清宣太阳预热 通调乳汁的作用 数学配五 一 少则与少商 商阳 中冲 官冲 少冲配次 两手景学合称为首十二景学 用三棱针点刺出血 具有开窍醒至 脆热除烦 结表发汗 解血散热 正肝止处 清心安神和调节阴阳等功效 它们之所以有这些作用 是阴阳经的景觉属经 与肺有密切关系 阴经的景觉属木 与肝有密切关系 中冲属心包额经 少冲属心经 商阳属阳明经 与首太阴肺经相表里 少则属首太阳经 与心经相表里 官冲属首少阳经 与心包额经相表里 之故 再者 首十二景学 是阴阳经交通脉气之处 故有调节阴阳 开窍苏绝的作用 二 点刺少则 少商 商阳 中冲 官冲 少冲出血 配血人中 合股 或配合股 永全 具有退热节表 轻心除烦和泻其血 而散其遇热之效 讨论 一 本学真感 用豪针向上横刺一分 或分鱼 治疗乳病 用补法 患者自觉乳房 胀满或预行乳汁 用泄法 患者自觉乳房 有舒畅感 或预行乳汁 二 点刺出血方法 数者左手母 十二指指度 加捏玉刺 小指指腹两旁 使之皮肤绷紧 右手母十二指十三棱 针针饼 使针肩部分 仅靠中指内侧指腹 外侧指腹 置于血位旁边 针肩对准玉刺的少泽血 迅速刺入血上 约半分许 随即迅速退出 如点刺状 在左手母 十指指腹的夹压 和右手中指指腹的压几下 血随针出 此发可减轻刺痛 又易出血 三 本学催乳作用机制 阴心与小长相表里 心煮血脉 乳汁来源于气血的化生 取自绍则有条心气 通血脉的特殊作用 故能通行和旺盛乳汁 割阔 绍则颈紧手太阳 小指甲脚外上旁 开翘醒至除凡热 能易昏迷与闲狂 卸刺一分点出血 催乳易乳功效良 第三节 后膝 后膝 位于握拳室第五掌 指关节后外侧 横温头至白肉技触 此处古代解剖上称肉之小慧 肉之小慧为息 顾名曰后息 是守太阳之脉所著为书的书目学 为八脉教会学之一 通于督脉 守太阳经的后息学 是治疗瘧疾 督脉病 以及守太阳经寻行通路上的病变的常用学 治疗范围 1. 经脉通路上的病症 行书至外经 和之内服 灵书邪气脏腑并行 依其学位所在 真敢走向和守太阳经经脉 经别的寻行 寻经和幻也取学 后息主治本经经脉 经别寻行通路上的耳 目 颈向 肩胛 肘臂 腕和手指等处的病变 2. 督脉病 后息是八脉教会八学之一 同于督脉 督脉灌脊 入落脑 还出别下项 斜脊底腰中 入寻旅 其落脉斜脊脊脊上项 凡督脉为病 脊强反折 素问骨空论 督脂为病 脊强而觉 南经二十九难 和督脉为邪所轻的头向强痛 颈向强直 都属本学的治疗范围 临床多余督脉经的数学大锥 人中 百慧等配置 以提高疗效 功能 1. 辩证取学 用泄法 有通督解净 宣通太阳精气和解药之效 2. 局部取学 用泄法 或配爱酒 驱邪散至 输筋活络 用补法 有壮筋补须之功 主治 破伤风 狂症 闲症 净病 瘧疾 耳鸣 耳聋 头痛 头像强痛 异病 落枕 手指麻木 手指短疾 手腕筋脉失常 抑制目痛 邪泪痛等 临床应用 1. 破伤风 在输液 给予抗毒素 镇静药物治疗的同时 配合针灸治疗 可受相得益障的效果 曲械通于 督脉的手太阳精的后吸血 既有宣传督脉 通宣太阳 曲斜解净 抑制督脉和太阳精 筋脉拥强强疾的作用 又有缓解手太阳精上支 筋脉抽搐的功效 1. 对症治疗 可缓解督脉筋脉的居栏强疾 多于人中 大锥 百慧 筋梭等血配置 缓解太阳精筋脉的居栏强疾 多于封门 天柱 甘雨等血相配置 2. 整体治疗 初起牙关微紧 张口不变 吞咽较难 颈向强疾 四肢抽搐 苦笑面容 舌苔百腻 脉向嫌隙的轻症 针蟹后席 大锥 颌骨 太冲 驱风阵静 舒缓筋脉 病程较长 牙关紧闭 吞咽困难 抽搐频繁 脚弓反张 不能转动 呼吸气促 弹弦雍胜 舌苔百腻 脉向嫌隙的重症 针蟹后席 大锥 颌骨 太冲 风龙 震肝西风 驱弹解净 因失智 物质祸汗 下太过 肌体极度虚弱 筋脉失息如痒者 不可使用上方治疗 应急 趋步颌骨 三阴胶 腹瘤 大补气血 养阴柔筋 或加配血太冲 瓶肝西风 方能收效 对于失血和产腹血亏患者 注意趋势定制 不可一意驱血解净 可补三阴胶 腹瘤或太息 补一经血 与曲血合骨 太冲 后吸 驱血解净 西风柔筋之法 胶体失智 由于任何轻微的外界刺激 都可能诱发强烈的 震发性全身肌肉静腕 因此 在针刺前应让患者 特别是轻症患者 思想有所准备 以免精筋突然狙击或静腕更甚 多谢九流真 对于缓解静腕有良好的效果 二 性病 本病已向被强击 四肢抽搐 甚则两目上吊 脚弓反张为主症 其向被强击 脚弓反张 是督脉和太阳精筋脉狙击的争想 曲本学 具有通畅督脉和太阳精筋脉 缓解督脉和太阳精筋脉强击聚腕的作用 引风寒失邪 拥阻经络 气血不畅 经脉狙击而成了净病 症见头痛 雾寒发热 向被强击 肢体酸重 肾则四肢抽搐 舌苔百腻 脉向腹紧 配血大锥 风门 加酒或拔罐 驱风散寒 通都解净 上方一颗与曲蟹合骨 太冲二血交替失智 素体气血亏虚 或阴亡血 或阴产后血亏 不能营养筋脉 或汗下太过 导致阳气阴血聚损 而成了净病 一级由在京所说的 亦有亡血节气 损伤阴阳 而病变成净者 不可取失本穴 风门 大锥等穴 属于温病邪热内传营分 引起肝风发净者 一般也不主张配取本穴 三 裂己 取歇后息 宣扬曲邪 使药邪由太阳而解 以收解药之效 一 寒润往来 冷热有时 和浅乏力 寒占古汉 头痛反渴 面齿舌红 中则焊出热退症后缓解 舌苔薄白或黄膩 脉相多咸的正药 配血大锥 宣扬书表 去血止药 或配血外观 秋须和节少阳 去血解药 二 热多寒少 或淡热不寒 焊出不畅 头痛深痛 口渴隐隐 点结搜黄 不思饮食 舌红苔黄 脉相嫌隙而树的热药 配血内停 河骨 清热书表 去血止药 或配血大锥 足三里 书表条中 去血止药 三 淡寒不热 或寒多热少 口不作可 胸鞋皮满 神皮知眷 蛇至淡胎薄逆 迈向咸池的寒虐 取血后吸 不太吸 扶羊打血止药 或上方加血酒大锥 或淘道 共作温阳散寒 扶正打血之效 四 头痛 通选只要复说 头像痛 你后吸已安然 寻经取血本 学 治疗太阳头痛 后头痛下连于向折 具有通畅精气的作用 配血天柱 大柱或阿式学 通宣太阳精气 取血止痛 属于预热所制者 取血后吸 天柱均配透天凉 通畅精气 消散预热 因风寒外束所制者 取血后吸 天柱 加酒 大锥 疏风散寒 通经止痛 因风热侵袭所制者 取血后吸 天柱 丰腐 疏风清热 通经止痛 五 头像强痛 寻经取血 上病取下 取血本学 宣通太阳精气 一 伤寒病 太阳表实症 所出现的头像强痛 可配血大锥 宣扬血表 二 因风寒之邪 清晰经末 淫未不合 经脉组织所制者 解酒后吸 阿式学 温经散寒 通漏止痛 三 因闪错跌谱 筋脉气血运行受阻所制者 配血阿式学 通经活络 行血散治 六 贤症 取血本学 通都省治 一 贤症发病时有脊强而绝的症状者 在发作时 取血本学有通都省治之效 多于大锥 要齐血配置 在修止期取血本学 可宣通都脉 二 每次发作前 头向或向背强痛 或几背强痛 或几背凉 麻 抽筋者 在修止期取血后吸 风驰 大锥 通经曲鞋 吸风轻脑 三 滇险小发作 出现两臂向外伸展 点头或摇头者 取血后吸 大锥 或风拂 天柱 通经曲鞋 输筋轻脑 四 每次发作前 轴一下 或整个上只手太阳精出现麻木 或抽筋 沉困等 取血后吸 小海二学 多谢九流针 通畅精气 取血散止 或与辩证取血同时或交替失智 七 落枕 症见颈向强痛或微肿 不能左右转侧 或前后抚养不便 甚则酸楚疼痛炎疾肩肩背 头部或扩散到上壁 寻经取血上病取下 取血本学 以宣唱太阳经脉的雍治 如以向强不能抚养为主者 加血足太阳精通于羊敲脉的身脉 以宣唱足太阳经脉的雍治 正如内经中说 相痛不可以抚养 刺足太阳 不可以顾 刺手太阳也 因睡眠时体位不正 颈部过度疲劳 经脉气血运行受阻者 配血换野数学 疏经活络 因睡眠时感受风寒 营味不合 经脉组织 筋脉拘集者 配血换野数学 针后加爱酒或拔罐 温经散寒 疏经活络 8. 手腕筋脉失常 取血本学治疗手腕关节 齿侧筋脉失常 所出现的齿缓或拘集 1. 手腕齿侧筋脉拘集 取血后膝 腕骨 养老或通理 输经活络 若渐见手腕饶侧筋脉持缓者 配补阳膝 和骨 偏力 状筋补虚 补不足损有余 以达条和筋脉 疏力关节之效 使筋脉功能得以平衡和协调 2. 手腕齿侧筋脉持缓 或渐渐饶侧筋脉拘集者 取血同上 但补卸法则相反 并按举例 立一 王某 男 68岁 驻南阳市环城公社净土安大队净土安村 1981年9月9日出诊 主宿 患瘧疾三天 陷病时 瘧疾已发两次 每天一次 历时6到8个小时 发药时往来寒热 先冷后热 站立 头痛身痛 口苦 厌肝 汗处则站立 头痛意志 发作后身困乏力 时少 外贤 今日预计发作时间约在下午一点 继往时 病人曾于1981年患过瘧疾 诊断 瘧疾 质责 驱邪解药 取血 针泻后膝 打追血 每日针止一次 效果 一诊后瘧疾未发 二诊后药人未复发 随访 1982年9月前来告知瘧疾在此真治愈 一直未发 第二 王某 男 21岁 我院内三科住院病人 1965年5月7日出诊 主宿 患破伤风已20天 陷病史 1965年4月4日被牛车压伤左足 指 17日自觉口径不自主地咬伤舌头 腰背强痛 颈向强疾 口干不渴 近几天呈震发性全身静挽 脚弓反张 颈向强疾 以夜间抽搐油肾 舌强 语音不清 吞咽困难 苦笑面容 面色微黄 舌苔白 耐向危险而述 于1965年4月30日 以破伤风收住我院内三科 于5月7日转针就可配合治疗 变症 破伤风病毒侵袭经脉 经经拘集之破伤风病 智责 疏风驱邪 疏金解净 取穴 一诊针蟹后膝 大 驻甲车 二至五诊 针蟹后膝 大 驻合骨 太冲 六诊针蟹后膝 太阳 均久留针 效果 一诊后 口径和颈向强级 被痛治愈 夜间抽搐次数减少 二诊后 抽搐次数少时间短 少复微痛 四诊后 夜间轻度抽搐两次 五诊后 抽搐停发 紧咀嚼食物时两孽强碰 六诊后痊愈出院 数学配舞 一 后膝与深脉配舞 通鱼督脉的后膝和通鱼羊敲脉的深脉学 通合鱼目内子 颈 相 耳 肩膊 小肠 膀胱 两学相配 主治头相 耳 目 肩膊 腰背 疾患 二 取蟹后膝 配蟹大锥 宣扬打斜 解药 通读输金 配蟹大锥 百会 人中 通读省致 输金解净 治疗脊强而绝 脊强反折之症 配蟹天柱 大锥 通畅太阳 输金和落 治疗相被强击 头像强痛和烙疹 配蟹外观 秋须和节少阳 曲蟹解药 讨论 一 经之浅时 经快要略要病脉症病之偏说 要脉自嫌 嫌疏者多热 嫌痴者多寒 嫌小禁者下之差 嫌痴者可温之 嫌禁者可发汗真酒也 脉嫌肩颈而又浮相 是邪气偏重在调 可发汗或真酒治疗 但未言真酒数学 从其脉相治疗 一泻后细 大锥 解掉解药 二 临床见门 一位化浓性中耳炎患者 右耳流浓 耳周剧痛 真谢后细学 则耳前剧痛消失 右谢中主学 耳后剧痛很快消失 这与经脉所在 疾病所组合 并在合经 学取合经的规律有关 三 历代一家经验 本学的治症 历代一家积累了不少经验 如千金十一学割载 胸向如有痛 后细病裂缺 通选只要负载 嫌发颠狂喜 凭后细而了理 十四经要学主治歌载 后细能治诸瘧疾 能令癫痛渐渐轻 玉龙副载 十亿聘要寻后细 玉龙副载 实行瘧疾最难尽 学法由来未审明 若把后细学寻得 多加爱火即是轻 百政副载 银熙 后细 至道汉之多出 蓝江副载 后细专治都脉病 颠狂此学治还轻 备及千金药方载 后细诸耳明 主鼻拟致喘息不通 八脉交汇八学主治歌载 手足居乱战调 中风不与癫痫 头痛严肿泪连连 腿膝腰背痛便 向强伤寒不解 牙痛塞肿喉咽 手麻足麻破伤签 到汉后西先边 一记神农经说本学 志向强不得回顾 疲寒肘疼 九七状和针灸甲以精彩 震寒寒热 肩闹肿逼痛 头不可顾 繁满 身热乌寒 目视痛 自滥生意膜 暴痛 球虑 发龙 臂重痛肘轮 颈向强 身寒 头部可以顾 后西主治 寒热颈汗中 后西主治 狂乎颠急述发 后西主治等 对于指导临床有一定参考价值 四 子母补屑法 十二经子母补屑歌仔 小长小海后西连 后西是守太阳小长经之母学 虚折补其母 瞿补火经中的墓学后西 以补木生活 有补一小长腹和手太阳经虚症的功效 但根据临床经验和行书之外经 和治内府的配学原则 取本学 多用于治疗本经经脉熏心通路上的病变和肚脉病 不曾用作手太阳经的母学 补木生活 治疗小长虚症 五 透刺法 后西透合骨 或合骨透后西的透打法 目的在于扩大刺激面 增强刺激量 多用于喧翘 止痛 治疗五指麻木或肌爪风等 六 八脉教会学的治疗范围 豆汉青在标优腹中 总结通于八脉的八个数学的治疗经验时说 杨敲 杨为病督代 主见被腰腿在表知病 吟敲 因为认冲脉 据心腹鞋类在里之宜 杨敲是指通于杨敲脉的深脉学 杨为是指通于杨为脉的外观学 都市指通于都脉的后西学 带市指通于代脉的灵气学 他们分别治疗在表的肩背腰腿等处的病变 其中通于杨为脉的外观学 偏于治疗在表的肩背疾患 通于都脉的后西学 偏于治疗在表的脊背疾患 割阔 后西通都手太阳 脚趾结后外纹藏 都脉太阳经济畅 景象背疾病疾痕 多谢少补五分次 宣扬节要功效良